赚不赚钱无所谓 主要是喜欢这份刺激 撑管前脚查完路边摊 刚刚离开 下一秒 木人科技DNA里的游击战术 所以你到底要不要 那你倒是说呀 不要骂 你要不要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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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送来 更适合中国宝宝的鱼和护卫队来了 护卫队来了 好动实啊 鱼和护卫队 太帅了 哇 哇 好帅 护卫队 好帅 太帅了 船馆来了 摊主跑了 顾客拎着板凳 端着碗 蓝大街找 刚坐下吃早饭 老板跑了 捉打一个互相信任 你刚开始还好好的 刚坐下吃了两口 旁边就有人大喊 撑管来了 老板边跑边摩托 你先吃晚上的 我一会过来 团馆巡查 摊主直接跑路 留下顾客淡定进食 团子在路边摊吃 馄饨浴城馆 餐车秒变观光车 馄饨刚吃没几口 坐车走了 可以天天买 但是被子都不一定能坐上鸡蛋灌饼的车 买了两个鸡蛋灌饼 然后那个大姨看到对面的城管 然后就让我快上车 当时大姨还转动 告诉我说 热了就把那个窗户全打开 大妈摆摊假装看不见城管 完美演绎现实的掩耳盗铃 单子摆摊看到城管来了 周摊速度堪比电子场流水线 走啊 没水你个头啊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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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回回你个头啊你 哎 哎 哎 天 这两个非常 卖仔看到城管后 笑的把腿就跑 大娘家人们谁懂啊 出来车没了 大娘说去上厕所 让我给他看一会 他把我看城管来了 我亲人大娘的车跑了 我害怕因为会烂掉 把这些台都给卖了 那个大娘有二字海默综合症 刚厕所有大娘忘记摆穿回家 朋友一跑完在家门口买了一份炒米粉 发现老板全程四处涨网就是不看锅 刚复前买了一份炒粉和粥状品 但我感觉老板有点奇怪 在炒粉的时候我不看锅 一直在四处乱看 老板来了 别跑跑 哎 怎么了 老板来了 老板嫌弃博主推的太慢 结果推车又是一阵速度与激情 老板过来 到前面会合 看来我一直在路口等他 老板终于骑着车过来了 就是有几个人过来买炒饭 看着他们一个个付完的钱 我正想要不要提醒一下他 好 来了 来了 好 推着我 这辈子都被跑这么快过 大学周边小吃摊集体出摊 对我 这下好了 妙跑了 何生还在 哎 这成果来了 都人都跑了 老板 要不你现在就这样办呢 大了 我也没拍 车里没有的 只剩下这个房子的 小皮咋还赠送给跑一份啊 小皮 还在原地 饭已经跑了两公里了 我饭没炒 炒饭 又开始跑了 你知道你现在跑火了吗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现在这个都不叫炒饭了 就跑饭了吗 旁边在瞄了 看有没有人 来了 又来了 哎 炒个饭 我饭饭 男生买炸串 付完前后乘客来了 阿姨狂跑她狂追 阿姨你别跑了 我吃的呀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 快追踪快追踪 哈哈哈哈 鸡鸡 我那个打好了吧 鸡鸡 快去帮你打 快去点 我给你解释 我找不到找 我给你解释 我追到老了 我追到老了 哈哈哈 孩子只是想吃烤肠 他们有什么错 你搞啥呀 你只要吃下面的树树吧 你可以说 你能跟我砸下来 哈哈哈 是哪条街 那条街就是小吃街 哦 这就是现实版的猫和老鼠 是哪条街 是哪条街